说到生蚝,大家首先肯定都想到卤山生蚝 但是6月份的时候呢 终于迎来了我们福建下蚝的分收季 跟我一起去看一下能不能生蚝吃到爽 走 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福建的生蚝 它的苗都是山贝体苗 6月份的时候它的肥度是达到一年中最高的 这些苗全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下的 到今年6月份可以收起来 所以这个月是最肥的 这个随便打开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属于下蚝 就是每一个都是各顶各大的 非常肥硕在这个月份 蛮隔肥的那种 每袋芥末我不然就吃一个给你看 在我们这里寒潮跟回暖它会交替 生蚝它就是在寒潮的时候它会长壳 然后回暖的时候它会长肉 几个回合下来到了6月份 生蚝就是各顶各肥了 每一个刚上岸的生蚝都非常的脏 因为它是在海里足足挂满一年 所以才会做这样 开个视角 哇 顶各肥 哇 这个口水要流下来 哇 好吃 它们都在看我吃 真的很好吃 一定不要错过 真的 然后剩下的我要带回去去烧烤 烧烤里面如果没有生蚝的话 我觉得这场烧烤是没有灵魂的 走 我们福建生蚝的个头就比较小 大概都是三四两 这个季节它确实是做到顶盖肥 我们大概蒸个七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嗯 我想起以前书东坡那个吃货写的诗 食之盛美 未始有也 没吃过这种好吃的 太好吃了 真的 哇 这个大海的精华呢 真的都浓缩在这一口里面 基本上煮出来不会说水 它是非常的嫩滑 滑过你的舌尖 滑进你的味蕾 要吃就要吃这个时候的 嗯 一个只 酸 但是 嗯